缩小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如果说我GPS移动了 比如说呢这个人 假设你今天是在手机上面 那如果说你移动位置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DDMS模拟GPS 这底下有一个GPS的坐标 那我把它改成到哪里呢 直接移动到 假设我换一个位置好了 换一个台北车站 这边的话我就打一个台北车站 OK那跳到台北车站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按右键 我把它这里有什么 OK上面就会转移出来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纬度 所以我把这个纬度复制起来 切到那个Eclipse里面的 纬度部分是下面这一个 这个Latitude 再来的话呢 再把那个精度的部分 也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再传送给那个 等于是有点模拟那个GPS Send过去之后的话 那模拟器就会收到讯息 并且它移动到台北车站 然后呢在上面怎么样呢 打一个标记 各位可以看到 这时候就会在台北车站 而且有没有 第一个它会触发什么呢 触发那个location manager 它可以取得现在的位置 再来的话呢 在上面打一个 一个这个叫什么 overlay一个item 一个项目的一个 这个预设的一个item 就在这边打一个标记 当然如果说呢 你这个地方呢 没有写这两行的话 如果你这个地方 城市没有写这两行的话 那上面就不会有 圈圈的这个标记 这两行主要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这边有这个圈圈的这个符号 OK 这两行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行 这个如果你把这两行呢 取消掉的话 注解掉的话 那上面就不会有个圈圈 但是还是会移动到这里 OK 移动到这里主要是 透过上面这几行 它可以怎么样呢 移动到这个位置 那打标记是下面这两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GPS 但是有讯号进来的话 就会触发这个 Run on first fix 的这个方法 它会去实作这个Run 然后呢 里面就会利用呢 Map Controller 去移动到我现在的位置 就移动到现在的位置上面去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简单跟各位说明 那等一下的话 除了一个坐标之外 下一题我们可以 下一题是GPS3 主要是什么 如果我有好几个位置 那我今天就像说 我今天像什么 心仪房屋啦 或者是永庆房屋之类的 他们有好多附近 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然后也要告诉你 附近有哪些房子要卖 那就要打好几个 地标 显示出来的话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 这个范例先完成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